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国家也是非常的腐朽与衰败了 那时候 很多文人之志都想去曲线救国 也想出来了许多的方法与策略 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去购买一些国外的设备 但是慈禧太后为了过自己的生日宴会 大肆的花钱 甚至把军费都用上了 这也让国家没有办法去购买国外的仪器 也间接加速了国家的一个衰败与末路 慈禧太后她是非常的爱慕虚荣的 生活也是非常的奢侈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吃西吃西瓜的故事 慈禧吃西瓜 别人一辈子都学不来 你敢这样吃吗 历朝历代皇家的饮食都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还有他们会聘请最有名的厨师为皇家人去做饭 在慈禧太后这个 时代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 因为她不仅聘用了最有名的厨师在御膳房 她还因为自己口味的原因 又大肆的花钱去创造了一个西膳房 据传言太后的每顿饭都是非常精致的 而且她要求每顿饭都要有一百多个菜 每个菜她只会品尝一小口 可以想象得到她是多么的奢侈了 普通人一顿饭最多四五个菜 她居然一顿饭都要吃一百多个菜 而且是多么的浪费了 就是因为慈禧太后她的生活的奢侈 以及不节制也不处理正事 只为了自己的贪图享受 让腐朽的大清王朝终于走向了密王 夏天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 如果吃一个清爽的西瓜的话 那心情自然是无限好的 无论是皇家人还是普通人吃西瓜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 但是慈禧太后的这些话 和我们普通人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史料上记载 慈禧太后应该夏天要吃三百多个西瓜 这个数目是非常大的普通人一个 夏天也绝对不可能吃这么多的西瓜 难道是因为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吃西瓜 对西瓜非常的热衷吗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们都想错了 既然是皇家人 他们和普通人吃西瓜的方式 当然是不一样的 慈禧太后更是非常的奇葩 她只是西瓜最好的部位 其他的话都会丢掉 西瓜最甜的就是中间的部位了 而靠近西瓜皮的地位 往往都是不甜了 所以说慈禧只会吃买个西瓜最中心的那一部分 非常甘甜可口的地方 她只吃这么一小部分的西瓜 其余的话都是被浪费了 这几太后 她的生活虽然说是非常奢侈 慈禧太后再吃这方面可是非常的尽心尽力 她感觉御膳房的菜吃腻了 而且不符合自己的口意了 就花重金打造了一个西膳房 本来古代的御膳房 它就是为皇帝以及妃嫔做吃的 是为大家服务的 但是这个西膳房就只是为慈禧太后一个人服务的 清朝是我国最后的一个朝代 虽然说封建制度在那个时代已经是要没落了 但是慈禧太后的这种行为与做法更是加速了她的没落 当时的国家国库也是非常的空虚 人民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慈禧太后只顾着自己一个人的贪图享乐 而不顾及整个平民百姓的生活 慈禧太后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符合自己的身份 她每天都要吃一百多个菜 要住最好的房子 要去穿最好的衣服 这种行为与做法也遭到了群臣不满 即使群臣上奏给慈禧太后 依然也是不会改变的 她只会越做越过分 而不会收敛一下自己的行为 慈禧太后吃西瓜的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她的生活是多么的奢侈荒淫 她自己又是不理朝政 只图着自己的贪图享乐 也不知道节俭 节约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美德保持下去 不能够养成慈禧太后的这种奢侈之风 而是要让自己养成节俭 有好习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放